美少傑ong 美少傑 敬禮 兩名和尚 撒家正空上司 十六四 大寶華王喀瑪巴 圖登達爾吉上司 敬禮 檀成三寶 師母 各位上司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还有各地方来的堂主 各位同门 大家午安 昨天我们做观世音菩萨法会 那么在西雅图雷藏室 今天我们做大威德金刚明王附魔 在彩虹山庄 那么这两地的法会跟附魔 观世音菩萨跟大威德金刚 都在法会开始的时候 他们已经降临在坛城 所以这个法会是非常殊胜 那么今天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 昨天的贵宾 来参加 那么今天的贵宾 又有新的贵宾 也来参加 所以我们欢迎他们 欢迎所有的贵宾 这个昨天啊 我在说法的时候啊 这个 说完了法 回去 这个 也许是太兴奋 这个老人家 这个不容易 很不容易睡着 所以翻来覆去 我一直在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才会睡不着 这个想啊 想啊 原来是联保上师啊 在坐在底下 跟我讲了一句话说 老人家坐在后面 为这一句老人家 我实在是有点不服气 男人呢 他的个子长得很高啦 师尊个子本身 这个出生的时候啊 两脚就很短啊 他始终长不高 营养不良 那这个我没有话可以说 所以我今天就故意戴一顶比较高的帽子 所以我突然之间啊 觉得自己也长高了 我要跟联保上师讲 联保上师 不要因为你啊 生了孩子你就觉得年轻 其实你的年纪也跟我差不多啊 对不对 这个他想啊 我觉得林宝上师最近啊 他心中非常的愉悦 非常的欢喜 非常的开心 那么非常的happy 我实在想一想 难道生孩子就算是少年鸡吗 少年鸡啦 生了孩子就算是少年鸡吗 老胡一想很不服气啊 我很想啊 下海跟你拼啊 这个书人不书正啊 书人不书正 同样的老 难道老胡就不能生孩子吗 干脆我们的上师 大家都一起好了 来个生孩子比赛 看谁生了最多的就赢 但是呢 我翻来覆气 想了半天啊 一想到我家里还有狮子 所以想一想啊 算了算了算了 让他赢一次吧 这个是笑话啦 这个是笑话 不过我劝林宝上师啊 不要老是把嘴巴歪歪的 这样子笑好不好 你开心啊 是你自己在开心 我们又不开心 你老是对着我们笑 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啊 这个陈朝芳的笑话 陈朝芳的冷笑话 这个谈到这个开心微笑 就是说陈朝芳讲了一个笑话 说有三个人死了 那送到殡仪馆 这三个人啊 都很开心的微笑 奇怪了 这个殡仪馆的人说 奇怪 这三个人都是很开心的 嘴巴打开这样子 哈哈哈哈这样子笑 这样死了 就问说 这个第一个死的是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怎么那么开心呢 因为他这个年纪大了 那么去中国大陆做生意 那么就取来一个年纪很小 这个洞黄花竹叶 开心太过分了 所以就死了 所以他死的时候都在笑你 死了都在笑你 我不是讲你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误会啊 那么第二个怎么回事啊 那个殡仪馆的管理员 这第二个死了也在笑怎么回事 这个人啊 他是这样子的 重了第一大乐透 这个浑身飘飘然 他不知道东南西北 那么走到马路中央还在乐 一部车子来了 哎呀就出事 出事的时候他还在开心 重了大乐透 开心 哦原来是这样 那么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怎么回事啊 他是被雷打死的 哎 这殡仪馆的人员就问了 被雷打死 有什么好乐的呢 不是 是他因为他本身啊 在爬山的时候啊 就突然间一个闪电 那么他以为人家跟他照相 哈哈哈哈哈哈 他嘴巴 他嘴巴张 所以 闪电当成这个人家跟他照相 他就热 一热啊 就死了 这是 陈川芳讲的笑话 不是我讲的 我们今天做这个大威德金刚冥王 他是一尊非常伟大的冥王 也就是师尊本身的根本护法 那么这尊冥王呢 有九个头 九个头 他代表的 这个密教的九个次第 密教修行的九个次第 他有两只啊 正面啊 是黑面的 像牛的头一样 有两只脚 一只脚 代表的 升起次第 另外一只脚 代表 圆满次第 那么他呢 有三十四只手 都是结齐刻印 结齐刻印 三十四 四只手 全部结齐刻印 再加上他的 身 口 意 就是三十七 叫做成就 三十七道品 他有十六只足 十六只脚 象征 十六空性 十六空性 那么大威德金刚明王 本身是 文之实力菩萨的化身 因为当初啊 这个追命元罗 元罗王 我们普通讲元罗王 在藏地的时候啊 在西藏的地方 附身在一位圣人的身上 圣者的身上 圣者的身上 那么令所有 藏地的众生啊 都很难逃命 这个时候 文之实力菩萨 以追命元罗的形象 下降 化身成为大威德金刚 叫做 Yamadaga 就是 祥颜魔尊 祥颜魔尊 是祥福 阎罗王的尊者 你修这尊大威德金刚明王 功德非常的大 因为阎罗王也是在他的祥福之内 是听命于Yamadaga的 所以你修这尊 可以得到生死自主 生死长寿 可以得到长寿 我们很可惜有几个上师啊 他走得比较早 走得 离开人间 他走得比较早 当初我在香港的时候啊 做十人金刚 第一次做十人金刚法会的时候 有一个上师 他来 我一看他气色不对 因为他身上的光很少 那么我要叫 我就叫他 我问他 你知道大威德金刚的咒吗 他竟然答不出来 而且没有受过大威德金刚的灌点 也不知道大威德金刚的咒 如果他能够好好的 持大威德金刚明王的咒 今天追命远就不可能把他夺走 所以很可惜啊 有时候啊 师尊告诉大家啊 你虽然没有修这个法 好像你没有修大威德金刚法 但是你也持持大威德金刚的咒 很大的功德 很大的益处 像藏人啊 他们不一定修密法 不懂的密法 但是他们念 欧玛尼佩米后 念四倍观音的咒 阿弥陀佛 常授佛 文字实力菩萨 大威德金刚 观世音菩萨 大四字菩萨 都是同体的 同一个系列的 阿弥陀佛 化身为常授佛 他的四者 就是观世音菩萨 大四字菩萨 大四字菩萨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又化身为 白度母 化身为立度母 大四字菩萨 又化身为 红度母 那么阿弥陀佛 他跟文字实力菩萨 又是相关联的 那么文字实力菩萨 又化身为 大威德金刚 所以你修任何一尊 修任何一尊 都可以有成就的 同样到了 西方极乐世界净土 那么昨天我们谈到这个燕共 谈这个燕共 我们讲得好快 讲得好快 一下子 我就把它讲过 这个主题通通通都讲出来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贵宾 来的贵宾是属于男的还是属于利的 不过这只是笑话 我没有子民 也是陈传芳讲的 这个是政治笑话 但是没有子民 陈传芳讲 这个某国某一个国家的总统 他去参加这个童玩节 童玩节 这个小孩子在玩啊 这个童玩节他去 那么去了 跟所有的牧鸟去 那么有一个节目 刚好是泼水 泰国有泼水节 泼水 泼水 然后一边唱歌 一边泼水 唱泼水歌 那么一边泼水 大家都很反省 就总统一看 非常高兴 他就为了亲民 亲民 他就下去 跟着小孩子玩泼水 你泼来我泼去 这个他被泼了 一泼 他就想说 你们怎么可以用水泼我呢 那个木鸟在旁边看了 他说 这个啊 本来泼水节就是水泼来泼去嘛 人家水泼到你身上 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这个是移民同乐 这个总统就回答 不是这样 他们是用滚烫的开水泼我 用滚烫的 一百多度的开水泼我 这个陈川芳讲的 我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利的 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哪一国的总统 我通通不晓得 不关我的事 如果有事找陈川芳 这个简易啊 这个烟共 烟共的法 是很好的 刚刚我有讲到 我这一次 就是啊 这个提早一个礼拜 在这个雷脏寺跟大家问世 结果来的弟子啊 很多都是病很严重的 病很重的 我内心有感触 为什么众生的病业那么重呢 为什么无法解除呢 有的众生的病业 就是一句话 You eat the something You are something 你吃了什么 就是什么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eat You are what you eat 这个是比较标准的啦 这是比较标准的英文 我谈到这个英文 我就想到 我实在很火 刚来美国的时候 我考驾驶执照 你知道我怎么考的吗 我英文 他跟我讲要做什么 我都听不懂的 那将来去考驾驶执照 我就想一个办法 我就讲说 My name is Shen Yan Lu I just knew coming 我是新来的 新来美国 I speak English just a little 只是一点点 Please you say slow 你讲慢一点 然后他这句话 总听得懂 但是他教我 这个怎么开 我还是听不懂 所以我就 我就跟他讲 I write down the picture I write down the picture I write down the picture 10 miles stop 第一张是10 miles stop 第二张呢 是这个 Chang Jin Yan Chang Jin Yan 第三张呢 是车后停车 车car And the car 车后停车 第四张呢 是导车入库 第五张呢 是斜拨停车 斜斜的拨 我画一个车子 斜斜的这样 斜拨 Parking 斜拨 Parking 那个 这个车后停车 我通通都画了 因为只要他要考的话 我通通的话 I write down the picture You see You see You see What kind you like What kind you like You tell me Oh 那个office 考官 非常的高兴 So happy 我今天终于碰到有一个人画画 画图来考车牌 然后呢 开始了 我开始开了 开出去了 他就指第一个 10 miles stop 我也知道 开了10 miles的时候 刹车 10 miles stop 他一看 不错 然后 他就翻第二张 Oh 前几年 我就打方向灯 然后看 看 Monkey ride 像猴子一样的转头 Monkey 猴子一样转头 他说 他说很好 你现金念也 Good 不错 现在车后停车 车后停车 我携好久的 开到那里去 有一部车子停在那里 我这样双并停车 那么转 转转转转转 转到时他车子就转进来 然后看汗转进来 再回 再回 车后停车 Good 然后导车入固 哇 这样来 这个转 转90度转好了 就进来 斜坡停车 我这样子停 然后要把轮子转到这边去挡住 那个side walk 要挡住side walk 这个轮子要挡住side walk 它才不会滑下来 还要拉那个side walk 我考车牌 一百分 佛菩萨帮忙的啦 他给我这个idea 这个idea 你看我 我也这样子 车牌也考过了 这个绿卡也考过了 公民也考过了 就是这样子 很easy 很easy 我们谈烟共啊 谈这个烟共 这主题都偏离 这个烟共有什么好 我发觉啊 这个人生的障碍 不只是有形的 跟你讲有形的借假 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 有相借妄 妄 就是妄想的妄 有相借妄 有相的都是假的 真正的阻碍你的 是你累世很多事以前 你所得罪的燕青寨主 他现在如果是鬼神众 他就会来找你 虽然我们要注意饮食啊 注意饮食啊 要注意运动啊 这个是我们基本上的常识 但是有很多鬼神病 找上你的时候呢 你不要看这个cancer 这个cancer 不是我很注意饮食健康啊 就不会得cancer 你有忧意啊 你也会得cancer的 你老是愁眉苦脸 一天到晚烦恼 这个心结打结 这个细胞会死掉 这细胞一死啊 它就集合起来 就变成cancer 所以心理还是影响了生理 无形还是影响了有形 所以焉供很重要 跟大家讲 你身体会得病 得病的时候 要烧烟供 不得病的时候 也要烧烟供 能做火供的做火供 做会供的做会供 做水供的做水供 都是供养 但是这个烟供 特别是供烟亲在主 供鬼神 那么只是一些香料 一些五穀粉 五色布 白糖 红糖 再加上一点牛奶 这样子弄起来 让它燃烧 让它燃 自然燃烧 把它干燥 红焙了以后 让它燃烧 为什么这样子 鬼神就会翻醒 不过是一点香料 一点香粉 一点五穀粉 几块布 五色布 一点牛奶 红白糖 这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念 Om Ah Hom 你念 Nang Yang Kang 这个Om Ah Hom 就表示 第一个 是把它变成很多 Om 变成很多 把你这个小小的 这个烟供的材料 变得很多 充满宇宙 Om就是宇宙 A就是清净 把这些 你做的所有的材料 变得非常的清净 非常的好 纯的 Hom就转变它的画味 这个布就变成 非常漂亮的衣服 这个五穀粉 就变成非常美味的食物 这个香末就变成很妙的妙香 那么糖就化苦为乐 把苦的变成甜的 让他们 让他们 我们台湾人讲一下 让你吃一个丁 让你每年生好心 这是好话 好话 让你吃一个丁 让你 让它变成好的 不好的变成好的 那个乳呢 就是洗掉所有的灾难 牛奶啊 白色的 清净的 就是洗掉所有的灾难 所以你念 Om Ahom Nang Yang Kang 虽然很小的烟供 就变成很大的供养 变成很大很大的供养 你只要这样子做 所有的疾病啊 恶业啊 鬼神啊 那些 给你冲滴的 要来给你冲滴的 要来加害你的那些鬼神 他们全部通通 因为领到你的供养 接受你的供养 也就是吃人的 口怎么样 吃人的嘴短 嘴短 哪人的手短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贿赂 不是贿赂 我们是诚心去供养它 诚心去供养 做这个焉供法 它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所有一切的焉亲在主 所有的鬼神众 本来要靠过来侵害你的 它就退走 所以你呢 你做事业会成功 你的倉管会爆满 那么你的上司会给你加薪 那么你的身体也非常的健康 那你心情也非常的愉快 那么所有呢 本来是恨你的都会变成爱你 所有恨你的都会变成爱你 都得到敬爱圆满 那么有病的 你本来有病的 他的病就慢慢会好 本来没有病的 你就更健康 这个就是焉供的好处 焉供的好处 焉供也有供佛的 我讲了 你早上五点到九点 是供佛的 也有供佛神众 供佛神众是傍晚五点到九点 那么焉供的炉我也讲过了 这个炉或者卧香炉 你做长长的 就在卧香炉前面修法 你做得严严的 那么你就用昨天我给你们看的 那一种这个炉去修法 那么你做的大一点的 像你做这么多啊 那么你可以这样子燃 燃了以后呢 这个大家一起同修焉供也可以啊 像波啊 用一个波啊 我们那个出家人拿的那个波啊 用波也可以修 那么用这个大庆啊 也可以修 大庆啊 也可以修 所以这个修法是这样子 你准备的东西 我刚才已经讲了 一定是这个香末 五谷粉 五色布 红白糖 那么一点点牛奶 把它掺起来 红培干啊 一能够燃 然后用一点香汁啊 给它燃 燃起来以后就可以修法 我这个昨天讲的这个燃供 这个记得要放在空气流通的地方 新加坡的弟子说他们住的房子没有阳台 有些人讲说他住的没有阳台怎么办 那你把窗子打开 你就放在这个窗子那一边 对着窗外 这样修法 那么昨天我谈到的 就是说我们在修四碑观音法 最主要啊 这是这个主尊是四碑观音 就是 Om ma ni ban mi home set 这个set啊 是在英文就是比较难听啊 在密教啊 确实是咒语啊 是咒啊 我知道有一个这个 英文很难听的 他们在骂人 set on you 就不好了 这个就不好 其实是很好的 在密教 set on me 这个set为什么是好的呢 它是咒语啊 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的种子日 你要懂得这个一个夜轮 那么一个set日 那么转变成为四碑观音出来 懂得入我我入 前面呢 你做大礼拜 四归一 大供养 披甲附身 百日明咒 你也可以做这个念高昂观世音真经 你做好的那些 遗轨以后 你就开始做四碑观音的这个修法 那观世音菩萨入我我入了 入我我入 入我我入以后呢 观世音菩萨的印呢 有很多种 有的 印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大拇指进到里面 一个食指在外面 一个大拇指在外面 内伯 一个大拇指在外面 一个大拇指在里面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印 也有一个印 这样子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印 观世音菩萨的手印很多 那么 也有这个莲花印 也有半开莲花印 也有合起来的莲花印 这个莲花还没有开是这样 半开是这样 半开 这个前开是这样 这个莲花前开 莲花半开 那么莲花合起来 这个都属于观世音菩萨的印 还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印 就是他的很多只手 很多只手啊 这样结起来 那么交叉 交叉或者张开这样 表示很多只手的意思 这也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印 观世音菩萨有很多印 你用任何一个印都可以 那么你自己变成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你就开始修这个焉供法 其实那个就是前行 那么正行 再来你主要你修这个焉供 焉在染的时候啊 你要观想 你的容器 要念一个观空咒 观空咒就是 这是观空咒 这是观空咒 整个宇宙 整个宇宙都是虚空的 你的观空咒 就是这个是观空咒 观空咒就表示 整个宇宙虚空 整个宇宙都是虚空的 那么你观想你的这个焉供炉 很大 大像西空一样的大 在观想那个焉燃起来的时候 焉就化为五妙供 五什么叫五妙啊 五妙 那么所有的鬼神最喜欢的 七真八把 你就把它观想出来 那么鬼神最喜欢的房子 你就把它观想出来 多大你都可以观 观想出那个房子出来给他们 观想汽车 这个行啊 汽车 就观想法拉利的跑车 法拉利的跑车 你把它观想出来 哇 这个布满整个虚空之中 那么食物 你把它观想出来 好的食物啊 你观想的食物啊 不要像观想青菜啊 或什么样子 这个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你观想那个褒鱼啊 鱼翅啊 这个反正你这个 最贵的东西 你都把它观想 这褒鱼啊 鱼翅啊 还有什么贵呢 燕锅龙虾 这个大家都 我们上司都是吃好的 我还听说 有一个上司啊 他脸上就写着褒鱼 鱼翅 反正我每到一个地方去 就是一定要吃褒鱼 吃一次 你们同门一定要供养褒鱼一次 因为他脸上吃久了 每一餐都要褒鱼一次 褒鱼一次 大家都称他为褒鱼一次上司 总之你五庙供嘛 最好的你通通把它供养 下次你们供养上司 就这样供养就可以了 用这个烟供 化为五庙供 食啊 依啊 住啊 行啊 通通都包含 食衣住行 乐 快乐 你也通通都供养给他们 那么你那时候啊 你结印啊 就结这个大盆金翅鸟印 因为大盆金翅鸟就代表烟 它会飞翔 打拼知识鸟 这个很好记啊 这个印 这个在飞嘛 那个烟就像大盆金翅鸟一样 这样飞 哇 飞到宜咒各个地方去 所有的鬼神咒都领受了你的供养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做完这个 领受供养的时候啊 你要念一个咒 就是 供养他们的圆满咒 OM 一共有七次要念七次 表示圆满 为什么要谈这个纸呢 因为如果有鬼神啊 他你在做供养的时候啊 他还在睡觉 他还在睡觉 你这一坛纸 他就醒过来 就醒过来 而且一坛纸表示你要供养他 你要准备供养他 那么念了七次的 谈了七个字头 就表示供养结束圆满的意思 那么回向呢 你看昨天很多人说 这个回向记不住啊 师尊你讲了这个回向 我们没办法记 那么我就念慢一点啦 念慢一点大家听一下啊 此祭五庙亦焉共 十香天王 他这边还有这个藏文的字在这里 十香天王阿都 嘎 锦纳楼王一见数 五集十香王一众 龙王龙女见数众 三神水神和海神 尽所有众生 以气全身未投胎 处于中阴过度中 基于苦恼一切众 厌得妙意圆满共 中阴如是当认知 由恐惧痛苦解脱 佛陀佛 佛陀严满抱用身 愿速限前 custody 宿现正正正 正节位 终无此力 依视形 依舍无瑕申善器 无上正法 愿行迟 愿我以此功德 消除一切障碍等 四大苦难如波陶 厌旧沙伯一切重 这个实在是 单单要背这个实在是很烦恼 我们很简单的讲白的 讲白的我比较会 要念这个我比较不会 我就是说 我这个焉共 是供养一切鬼神 供养我的一切焉亲在主 供养我的一切有形无形 让他们得到满足跟欢喜 希望我的焉亲在主 都能够离开我 远离我 那么希望所有的焉亲在主 将来修行都可以得到成就 希望我的所有的焉亲在主 都转苦为乐 那么我呢 就能够很平安 很吉祥 身体健康 能够精进修行 Om ma ne be me home 不用像藏文一样 这个念的肉里巴说的 其实他念的那个东西也是 是一样我所祈祷的嘛 希望供养所有的鬼神众 供养所有的焉亲在主 你们不要再来讨债了 我都烦你们了 那我一切都能够平安 身体健康 精进修行 那么你们也能够跟着我念佛 得成就 我将来也可以往生净土 你们也往生净土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这个更简单了 对不对 就是更简单 你知道是供燕亲在主 那么供这个 一切鬼神众 昨天我说法的时候 也提到宋显正 宋显正 这个宋显正呢 他现在 也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人 那么他在达拉斯 要盖这个三轮雷杖室 他没有募款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看到他在 他有募款吗 他没有募款 土地是自己的 他用自己的力量 去盖自己的雷杖室 我给他起名叫 三轮雷杖室 三轮 大家不要以为是杀链 三轮车 杀链 这是属于佛法的三轮法轮 所以才叫三轮 他将来也是一位大功德主 大功德主 他这个以前在我们西雅图 那么他离开 离开以后在外面 你看 他成就不错 成就很好 所以我会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 生活弟子 这个不是完全精进在道场上面 道场我们要做 因为可以聚众一起同修 有功德 那么这个道场呢 是属于天地之间的 绝不属于哪一个人的 师尊也曾经讲过啊 台湾雷杖室 我挂名当住持 挂名啊 挂名当住持 现在连责上次是代理住持 那么实际上 所有一切的人事 行政财政 都是由他们来做 我个人本身是不管事 台湾雷杖室 现在啊 这个基本上的资产 这个包括房子土地资产 也算是算意义的吧 算意义的耶 如果我是一个很贪心的人 我是一个异义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那个陈庄皇讲的 这个财啊 不带来 财也不带去 可是每一个人都爱财 师尊如果爱财 我回台湾的一厢师 我是主持啊 你副主持 这个代理主持 副主持 全部到旁边休息 那这个就是我的啦 我每天看着那个金箔的大柱子 心里翻习就好 高兴啊 去抱一抱 抱一抱 那大柱子一个人抱不来 好几个人才抱得来 七层楼高啊 那个菩萨也有七层楼高 然后看了很欢喜 我真的阿弥陀佛一看夜庄严 越来越庄严 真想给他抱回家 也抱不动 抱不走的 表面上 可以说是你的 实际上 是大地的 大地的 你的寿命能够比 那个雷障事长吗 如果你的寿命比雷障事长 把他当成蛋糕吃 你的寿命也不比雷障事长 那个根本就是大地的东西 要想开啊 陈庄黄讲说 我已经想得很开 我现在什么都不要 师尊啊 你看我最近修行修得怎么样 我一看他 哦 你这个笑话越讲越好 他也有修啦 他也有修 我发觉四个大妈 四个大妈都有修行 而且都有进步 所有进步 其中有一个大妈 他已经跟观世音菩萨 是合一的 是合一的 其中有一个大妈 可以到净土去 可以到净土去 其中又有一个大妈 可以到天上界 到天上界 其中又有一个大妈 未来会当总统 所以四个人修行 都有进步 他们成就都不错的 你修焉共在这个入世的事业可以成就 出世的事业一样有成就 要知道 要知道 这个是基本上的知良 编共是知良法 最好的知良法 个人修得非常好 那么我讲一个大意给大家听啊 这个密法的大意 懂的人就懂 不懂的人就不懂 这个 这是我讲密法的大意 密法啊 这个天心这里有一个汉字 记轮四子的地方 有一个半阿字 经过空袭的吹 那么他就会生灼火 那么你的心中 有一个蓝色的汉字 汉字化为本尊 经过灼火跟明点的浇灌 就会变成你的泛生 你的泛生 如果你在梦中也能够修行 你就会得到梦光 你在梦中也能够修行 那么跟光明结合起来 你就得到光明 那么将来呢 你把八个孔全部塞住 只留下一个孔 然后以空袭极力的把你的心 心气 用空袭极力的推出去 这个就是千世 那么你出去以后呢 你看到你的本尊 你看到你的本尊 你跟他融入了 这个就是夺蛇 这里面我讲了 一个一面 一个占衛 一个梦光 一个光明 一个千世 一个中英 你如果听得懂 你如果你的放生有了 你就可以以你的放生 用你的力量 直接你就自主能够到佛国 直接把放生就成佛 就叫做寄生成佛 如果你不能够 你把你的本尊关到你的头顶上 本尊的中脉跟你的中脉相通 你用你的学习来的 气往上运 把你的四神推到本尊的四神 推到本尊的中脉 跟本尊合一 他飞到净土 你就到净土 如果还不行 你不能成就你的放生 你只有中阴出现 那你就要赶快学习签示法 你要必须要懂得持咒 懂得观想 你的本尊出现 你融入你的本尊 你就签示 你如果想要当总统 未来你想要成为一个世界上有名的总统 你要观想 你必须要学习观想 那一位生下总统的那个妇人 你要去找他 去找他 然后你以你的中阴 就是以你的灵魂 进入他的子宫 这个叫做夺蛇 你夺到了这个房子 由这个当总统的妇人生下了你 未来你就是天命的天子 这个叫做密教里面叫夺蛇法 夺蛇法有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方法 我们一般的中阴 他的力量不够 不能够自主 一般人的灵魂不能够自主 他只能够附身在蝴蝶上面 那个蝴蝶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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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中阴经过了 你附在他上面 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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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到亲人的肩膀 你不要把他打死啊 因为他就是 maybe your grandfather or grandmother 飞在你翅膀上面 有时候他会附在昆虫上面 你在做超度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从来没有见过的昆虫 跑到你的舟子上 爬啊爬啊爬啊爬 有一次啊 我帮一个亲人超度 一个昆虫就就在那边爬啊爬啊爬 他们那边看见了 就要用手去打 我说慢点 你是 your brother 那是你的哥哥附身在 这个昆虫上面的 回来找你 这个也是夺舍法之一啊 也是夺舍法 不过这种夺舍法 是属于最低能力的夺舍法 他没有办法自主 他只能够去附身在一个昆虫上面 跟蝴蝶上面 或者一只鸟上面 然后他飞回来看他的亲人 看完了以后他就走 不要去伤害他 那么我们修密教的人 懂得夺舍法 我要生长在 这个Bill Gates的家庭里面 那你离开人间的时候啊 马上去找他的夫人 找他的夫人 进入他的子宫 夺他的胎 出生了 你就变成Bill Gates的儿子 你天生你就是很有钱 所以这个都是必须要 你修行足够了 你能够自主 我要到净土就到净土 要成佛就成佛 要转世为总统就转世为总统 要转世为有钱人 就转世为有钱人的家 要转世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这个是我们修密教的成就 所以跟大家讲啊 等一下跟大家做这个大威德金刚的灌顶 大威德金刚灌顶 这个燕共啊 燕共法啊 这样子我请那个秘宴的上师 写一个这个修行的次第 好像以前我们修行啊 第一个要做什么 第二个要做什么 第三个要做什么 第四个要做什么 那么写好了 他拿给我看 我看写得非常好 合格 然后大家依照这个次第这样子去修 我想那个大家差不多都知道了 我们修那么久的本尊啊 那么只是加上了这个燕共的供养 这样子而已 我看我们那个念这个七日咒 这个七变的咒语啊 还是念Om Abladi Puppaya Saha 就念这个做好了 统一一点 不要念这个 Om Abladi Puppaya Saha 就念Puppaya Saha 那做一个这个燕共的这个修行的次第 大家修行都一样 也可以念高王金 一样可以念高王金 高王金也列在里面 那么等一下跟大家做大威德金刚的这个 虽然你们没有修大威德金刚法 但是你也持大威德金刚奏 会长寿的 你们今天啊 你们今天来这里啊 有福分啊 有福分啊 就写了大威德的金刚奏 你只要会大威德的金刚奏 你常常念 百毒不侵 常寿自在 好吧我们做灌顶吧 哦我们来对美刃 我们来对美刃